想要生个龙宝宝 四大关键您掌握了吗 台湾生殖医学会 和台湾妇产科医学会 推出龙年好似烂人包 摘要婚后孕前检查 受孕期间孕期产检 产后照顾四大阶段的重要提醒 提供生龙宝宝的秘籍 大概少准到这个议题 大概在台湾 不论政治立场 大家都公认它就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 那现在的人 尤其现在生育期的女性 其实非常重视资讯的来源 那我们要就是 也要靠在座各位记者的帮忙 让他们有 能够得到在这方面 不论在产前的 能够获得补助这个部分 以及那个产后的照顾的部分 他们的资讯越完整 他们越不会对生育这些事情 产生恐惧或是产生犹豫 那对于他们未来 要订定生育计划的时候 也会比较能够做出一个正确 而不会让自己未来有遗憾的一个决定 那我想这个要非常感谢吴署长 国民健康署 在人工生殖补助这一块 我们的确在身为第一线照顾 育理其妇女的意识 我们其实都有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补助一下来以后 的确会有很多的女性 很多的想要生育或是还在考虑还在犹豫的女性 她会比较勇于踏出来 接受治疗 所以对于 但是问题是知道的人或是能够了解的人 她有多少 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说 我是不是符合可以接受补助的人 或者是我是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到这相关的资讯 那我想这就 依靠我们需要举办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卫教的活动 来让这些资讯 让更多的有这样需求 或是有这样想象空间的一些父母 能够去理解 那也好来拼定他们未来的生育计划 那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放两个天胎 那也是成功率很高 所以基本上呢 可能会受孕的 金流人工受孕大概都会做成功 那不容易受孕的 我们也碰过这个妇女百折不老 做了十几次 也是补助以后又把它做成功了 那当然另外希望说 这个吴署长再跟我们更多的补助 因为年纪大的他们就觉得说 还有补助的次数还是不太够 因为他毕竟不容易 那我自己今天就有一个病人 刚刚提到我们的护理师 他就是可能他等一下会介绍他自己的经历 他运气很好 他一次就成功了 那我是副产科医修院理事长 我们更努力的回到我们的会员 不管是不应证产科或妇科 从北到南海中等等都有最好又很优秀的意思 所以大家放心生下来 有鉴于我国的生育率指直落 2022年新生儿再创历史新低 国健署预期明年龙年可能会有夫妻 为了诞下龙宝宝做准备 因此建议夫妻若有生育规划 适临生育对母婴较健康 大家都知道明年是农免 所以希望能够提早在今年的处年 能够做一些准备 能够让这些爸爸妈妈们 有一些好的消息 跟大家做一些微教跟分享 个人非常荣幸说要能够来参加 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从2021年7月份 开始做人工生子的一个补助 跟大家报告 目前目前生产超过1万位小孩 所以已经4万 人工生子这件事 其实在国健署当时推出来 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对于这些 因为某一些因素 没有办法自然的白云 但是呢 医学仰赖医学的一个帮忙跟协助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减轻 而且这些人大概都在 勞动生产的阶段 所以能够减轻他们的家庭的负担 所以我们推出了 能工生子的一个补助 能够让这些家庭 这些西澳照顾的人 能够勇于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 来满足他们 怀恩生子的一个愿望 那这个大概我们今年 这个上个月就破万 所以跟大家都报告 那目前大概每个月将近有 将近有三千对的 这样的 西澳的帮忙的人来请 就叫我们生子一些 会员的帮忙 那这个过程中 非常谢谢 怎么样让民众更方便的申请 更方便的过程 不要乃尾奔托 这个都是要协会的 这些执行的 能够生子机构的帮忙跟协助 所以在这里非常 谢谢我们 92加当初加入的92加的 92加的能够生子机构的一个帮忙 非常谢谢大家 那跟大家报告 现在已经100加了 所以不知道92加能够帮忙 那越多就是对民众的 可见性就更方便 所以也能够让大家就近的服务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希望 他们发生了以后的能够更做钱 能够让母婴更健康 所以我们将整个 产检的次数 从原来的10次 提高到14次 那中间那一段认诊 可能出现很多的变化 包括根据我们国民一样的调查 大概有将近10分之1 5分之1的这个妈妈 都会有贫血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20到24周 那么我也推动 希望能够做一个明确的筛件 那另外认诊肠药片的筛件 也加到这里面来 那超温波次 是从过去的一次 提高到3次 所以在这里希望能够 让怀孕的妈妈跟胎儿 能够更健康的更完整的照顾 若夫妻发现需要展开不孕症治疗 也别灰心 政府有提供补助 减轻不孕症夫妻的经济负担 衛福部也将公费产检 从10次提升到14次 共同为亲子健康把关 要孕妇放心生产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